来到蝙蝠洞公园看似风平浪静 但其实瑞芳地区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风势和雨势都是一阵一阵大 容易让人措手不及 也因为这几天下雨 稍找滨海公路又有大货车打滑影响交通 索性没有任何人员受伤 那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 因为台风外围的影响 所以其实蝙蝠洞这边 大概都有一些长浪发生 那其实我们在海巡 警校弟兄的部分 都有来这边注点 就是柔性的劝导民众 不要在这边观浪 从事一些海上的活动 避免一些灾害的发生 受中度台风杜苏瑞外围环流影响 瑞芳地区出现间歇性强风大雨 今天瑞芳区区长杨胜敏 就到蝙蝠洞公园视察 海巡署也在公园进行柔性劝导 希望民众勿逗留观浪 另外稍晚也到受风雨影响 较大的鼻头国小关心 希望大家都平安 那因为台风下雨 所以其实在我们滨海公路 也有极其的车祸打滑 所以这个部分也提醒庸路人 因为台风来临 有时候会有强降雨 所以在庸路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行驶 就是要小心慢一点的开 以维护安全这样子 瑞芳区区长表示 现在风雨一阵一阵 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到海边观浪 或从事水上活动 以确保自身安全 另外天宇陆华 滨海公路不时有车祸传出 还请驾驶人行进滨海公路 要放慢速度 小心慢行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道